你敢相信吗 美国最少总统特朗普 竟然被一个男人打得让位老拜登 再也不敢竞选总统了 Fake News 绝对是Fake News Mr.Fan吗 你个全万不能听那个老骗子拜登学士啊 那家伙就是米国的卖国贼 嗯 泳子郎屌都没点特朗普 自顾自的抽光了一盒滑子 特朗普情绪激动 控诉着拜登的种种恶劣行径 总是Mr.Fan吗 你可不要被假总统拜登给羞辱了呀 没想到勇四郎听着听着居然睡着了 不会吧 拜登那个老灯还在外头宣誓呢 只要是让他得偿自己就弯了呀 川普竟然铁了心的要让拜登死 竟然起身去叫勇四郎 没反应 难道死了吗 九点外 拜登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了 起自想要敲门 最终还是忍住了 他努力了一辈子 绝对不能在最后时刻失败 一定要让那个可以轻易毁灭美国的男人认可自己 正想着门终于打开了 映入拜登眼帘的 竟然是已经被打得连妈都不认识的特朗普 还有单手提供上那个传说中的男人 Oh my god What happened 勇四郎淡定地表示 自己也不知道 我正在睡觉 可能是这个傻子 自己来碰了我吧 那玄师的事情 把这家伙带回去 玄师的事情就算了吧 OK OK Boss 全然不知这一切的宿命 正在向德川打听勇四郎的故事 他不明白 为什么勇四郎是地表最强生物 而不是什么地表最强动物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无论大象还是蓝青 任何物种类都找不到他的对手 呵呵 苏米觉得这老头子在扯犊子 殊不知就德川真还收拾说的 给你打个比方吧苏米 如果你现在看见日本首相 或者美国总统不是也 你会怎么做呢 这么一问还真难受了苏米 怎么做 当然啥都不做了 是的 一般人就是这样 但如果是勇四郎的话 他就会直接去修理他们一顿 别吹了 那警备人员不会同意的吧 不 别说警备人员了 军队都能给你杀光 苏米提后陷入了沉思 说实话 他自己全力出仇 也不是做不到这个水平 但肯定没有勇四郎那么轻松 依然如此 去见他一面吧 真的 现在就要和他比试一场吧 不 收袭他也可以 勇四郎的儿子任鸭曾经说过 出其不意都无法应对的话 那绝对算不上是武者 好 苏米一把捏碎了杯子 我再绝对供切一副 我再绝对供切一副北 好